香港青年 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我們香港人期待已久的港車不上政策 在5月1日的時候 就正式公佈了 而消息指到 在今年2023年的7月1日 即是我們香港回歸紀念日 我們除了在傳統意義上 可以紀念我們回歸祖國之外 也在這天的零時零分 我們可以駕駛我們的車 透過港車不上的計劃 來到回歸祖國 對我們很多香港人來說 這是十分好的消息 但是在將來一旦實施了 港車不上的計劃之後 當中又有什麼注意的地方 而港車不上所涵蓋到的區域 也就是整個廣東省 又會不會因為多了我們香港車 而產生一些問題呢 稍後回來 我們也會和大家討論一下 現在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讚好留言訂閱我們香港青年的頻道 還有記得按旁邊的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的影片 今年的5月1號勞動節 對我們香港人來說 就有一個重磅的消息 就為這個港車不上的計劃 就正式公佈了 將會在7月1號的零時零分 所有申請港車不上計劃 合乎資格的車主 或者是車主申請港車不上的時候 加上名的司機 都可以透過這個港珠澳大橋 就將我們的香港車 駕上去內地 現時來說這個計劃的第一個階段 都只會開放港珠澳大橋 所以初期大家只能夠透過港珠澳大橋的口岸 而去到廣東省的其他地方 而政府之前也有說 會當第一個階段實行了之後 審視整個計劃 再考慮一下會不會開放 深圳和我們香港的口岸 讓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港車不上的計劃 就直接在深圳的關口 來到過關 我們十分期待第二階段 但是這個港車不上的計劃 不多不少都可以帶動到 珠海方面的經濟 因為我們看回珠三角這一邊 這幾十年以來 自從深圳和珠海 作為了這個經濟特區之後 深圳的發展是比珠海領先一大截 除了匯聚到全國各地的人才之外 現在我們每逢假日 到深圳 所有的消費場所都人頭湧湧 當中也不乏我們香港人的面孔 但是珠江三角洲的西面 同樣有一個經濟特區 珠海也同樣有一個 特別行政區澳門 這裡的情況跟我們有些不同 我們不能夠承認一個事實 就是長期以來我們香港人放假 都會選擇離開香港去到深圳消費 所以深圳的各大場所 例如食肆一樣 每逢到假期 一些稍為普通的餐廳 都會大排長龍 另外好像一些按摩場所 每逢到假日都擠滿了香港人 所以這個港車不上的計劃 首先是開放港珠澳大橋口岸 是有它的原因 除了希望透過這個計劃 可以增加港珠澳大橋的使用率之外 亦希望透過港車不上 這種自駕遊輕旅行的模式 讓珠海可以分擔一下 我們平時加入深圳的角色 而且珠海也長期以來 被眾多雜誌機構 評定為移居移住的城市 一定是有它的原因 另外就是開放港車不上的計劃之後 自然內地就會多了香港車 香港人亦多了開車回到內地 在廣東省內 會有什麼現象 是因為有港車不上而出現呢 大家都知道 我們香港和內地的油價 是相差一大截的 我們香港油價龜是出了名的 跟我們的樓價都一樣 就是這個世界上名列前茅的 所以就不排除有些司機 乘著這個港車不上的計劃 上了去內地之後 在臨回來香港之前 就入滿油才回來香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好像這個五一假期 我們香港只有一天假的話 5月1號就是回港的高峰期 假設下一年也是一樣 必定會有很多車輛 回到內地之後 在假期最後那天 透過這個港珠澳大橋口岸 就回來香港的 自自然而 在臨回香港之前 就會選擇在珠海入油 珠海的油斬就會迫爆 除了入油的這個問題之外 還有就是 我們香港和內地的駕駛習慣 是非常之不同的 平日我們星期日出去 都會見到很多假日司機 這種情況 去到內地 就會更加不熟習 因為內地的駕駛狀態 跟我們是不同的 我們是靠右 俗稱的右太 他們就靠左駕駛 即是左軚 而在道路上 我們是左上右下 在內地就右上左下 相信在熟習的初期 必定會引起不少的交通糾紛 所以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首先要知道 發生了交通糾紛 在內地的處理方法是怎樣 若然不知道的話 盡可能都不要透過自己 私人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最好發生的糾紛 都是請回執法人員到現場 而另外 當有很多香港車輛 上到廣東省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香港司機 對內地拍車的狀態 都是不了解的 有可能會造成一些 自己為拍 但自己又不知道自己 是為拍的狀態出現 那就很容易會造成 不小心拍在不應該拍車的地方 就阻礙了別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又提議香港司機 每逢你們拍車的時候 車頭都盡可能留一個手機 還有多加一句禮貌的字句 讓你不覺得為拍的時候 若然真的阻礙了別人 都可以打到電話找到你 而內地的朋友當然就是 看到這樣的情況 也不要先動氣 就和有關的當事人溝通了先 最後我們香港青年 也希望這個趕車不上的計劃 可以如其順利去實行 大家除了可以駕駛自己的車輛 很方便地回到內地之外 亦都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模式 帶一些很少接觸內地的朋友 回到內地吃喝玩樂 等他們可以看看我們祖國的大好河山 我們香港青年的頻道 今天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拜拜